想象你在非洲的某个地方 你和朋友在炙热山谷中驾着吉普车 车子经过一群狮子、猎狗和长颈鹿 然后你停在一群大象附近 这些巨型雄伟的动物经过 你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的渺小 突然间大象惊慌地抬起橡皮尖叫 你环顾四周试着了解原因 在天空中你看到一架奇怪的飞机 大象逃跑了 飞机正在接近 你会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飞机 而是巨大的猛禽 一种茶色雕 它比商务喷射机大 但比波音小 这只庞大的鸟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大象群 不可能拯救大象了 这只鸟用它的锯爪抓起了最大只的大象 拍着自己的翅膀 然后把猎物带到空中 从鸟翅产生的气流中 你的吉普车几乎要翻过来 欢迎来到猛情像飞机一样大的世界 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梦幻 600万年前 阿根廷巨鹰是天空中最恐怖的生物之一 这种猎尸者身长3.5米 翼展约7米 这只鸟大约跟双翼飞机差不多大小 但体重却轻得多 大约72公斤 或者一名成年男子的平均体重 由于它强有力的大型会 阿根廷巨鹰可以吞下一整只兔子 好的 那是600万年前 现存最大的鸟是安蒂斯神鹰 它们的重量达到15公斤 相当于一只小狗的重量 并且翼展为3米 这比NBA任何球员的身高都还要高 幸运的是 这些鸟是秃鹰 它们以腐肉为食 不会攻击活体动物 在一个所有鸟类都和飞机一样大的世界里 一只安蒂斯神鹰就跟一架波音客机一样大 而且就和波音一样 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才能起飞 神鹰的肌肉不允许它自己 把如此巨大的体重举到空中 首先 这只鸟需要爬上一座非常高的山 从那里开始 它会跑下来并加速 然后才能起飞 每次神鹰的飞行都会以紧急着陆结束 如果即使只有一只像这样的鸟 在乡间定居 并决定在一个小村庄降落 它将摧毁所有的房屋和道路 只剩下尘土和废墟取代了城镇 尺寸是这只鸟的唯一危险 因为它是只秃鹰 但是你不能说老鹰和准是一样的 事实上 这些鸟狩猎大型猎物 它们能轻松地用脚抓住鲑鱼 猴子或者树懒 如果它们长到一架飞机那么大 它们就会喜欢人类乳牛和大象 由于它们的体型变大 这些鸟现在需要更多的食物 一般的食物是吃不饱的 这种鸟类将成为食物链的顶端 而人类将面临一些问题 红尾狂是北美最常见的猛禽 通常能在纽约市摩天大楼的屋顶上 找到这些鸟 现在想象一下这些跟飞机一样大的鸟类 当它们跑向城市并降落在摩天大楼上 它们根本就不用离开城市去寻找猎物 在这里穿过建筑物之间的街道 老鹰会破坏房屋的屋顶 人们将不得不用放电创建特殊的防御网 并把它们挂在每个房屋的屋顶上 游准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猛禽之一 它们不但能在地面上狩猎 也能在空中狩猎 在飞行过程中捕捉蝙蝠 对它们来说不是问题 当它们的大小改变时 蝙蝠就会被飞机取代 这些鸟类注意到了猎物 以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下降 这是一辆昂贵的超级跑车的速度 当然由于巨型猎鹰的重量 这个速度还会提高10倍 潜水时它甚至还会超过喷射战机 但是我们将面临最重大的问题 精英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 锋利的爪子 慧 锐利的视野 还有迅猛的速度 让它成为所有竞争对手中最强大的武器 在它们正常尺寸时甚至能攻击鹿 现在鹿将成为这些生物中最小的猎物 人们必须建造特殊的盾牌 或制造英国武器来抵御鸟类的袭击 在大城市这不会有问题 但是人们会住在小城镇和乡村中 老鹰能发现几十英里外的人类 与鸟搏斗就像跟龙作战资造 蛆鹰的羽毛将是种昂贵的建筑材料 只要任何猛禽的三四根羽毛就能保护屋顶 不被雨淋湿 猛禽的脚具有独特的抓地力机制 这样归功于它们携带猎物的肌肉 因此它们可以长距离地运输重物 如果人类能够驯服一只鸟 它们就能把它当作一架货鸡 就像信鸽邮件一样 但不是书写 而是寄送大量的信件 不过大多数鸟类不会屈服于训练 而是会与人类争夺领土 晚上四处走动要比白天安全得多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 你也冒着生命危险 想象一下 你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 决定超近路穿过森林 你沿着森林的小径骑行 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 仿佛一阵无声强风摇动着它 这很奇怪 因为其他树都很安静 你凝视着黑暗 树叶之间出现了两只篮球那么大的发光大眼睛 不是树叶或树干摇晃 而是羽毛 你遇到了猫头鹰 最熟练的夜行性捕食者之一 你逃跑了 尽快转动踏板 你希望把烈食者抛在身后 空气中一片寂静 你环顾四周 发现猫头鹰正悄声无息地在你身后飞翔 这种鸟的羽毛有助于无声飞行 所以猫头鹰可以清楚地听到它的猎物 你路过一群沉睡的马 而猫头鹰就把注意力转到它们身上 在森林 田野 山脉 草原中 猛情到处引起混乱 尽管如此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在海洋中 北方唐鹅是一种从空中追踪猎物的鸟 只要有鱼出现在海里 北方唐鹅就会飞快俯冲 前进水里去吃午餐 这些鸟在我们的新世界中长得像飞机一样大 所以它们猎杀鲨鱼和其他大型鱼类 它不喜欢别人的渔船打扰了它的晚餐 唐鹅可以像猛状的公羊一样 用汇从空中着穿船体甲板 当然也会有勇敢的人试图寻抚鸟类来取乐 要寻抚猛情 你得爬到高山顶上 并从鸟巢中偷走一颗大蛋 一只狗那么大的小鸡需要很多食物 但是如果你有耐心 几年后你就会有一个最不寻常的朋友 想象一下你训练了一只游准 并在高空中急速飞行 在飞行过程中 你可能会遇到另一个坐在精英上的飞行员 你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空战 我们的世界就像是一部有鸟 而不是龙的奇幻电影